大家好,2021年1月17日第五部视频 因为香港的事态,人权被践踏,香港的自由被这个变相剥夺 中英联合声明已经成为一个一纸空文 或者是被中国外交部成为历史文件 香港基本法也受到了这种歪曲和变相的践踏 英国决定给予这个香港居民BNO护照 也就是说是海外护照,海外英国护照 持有这些护照可以到英国进行这个庇护 几年之后就会取得绿卡 并申领英国国籍 这是一个好消息 现在中国人大常委将英方给予 持有BNO护照的港人居留前一事 做出了回应 包括禁止BNO持有人出任公务员 甚至严格执行国籍法 不知道怎么执行国籍法 你剥夺别人的工作机会 他还能做得到 你实行国籍法 无非就是取消香港这个香港国籍 中国国籍呗 我相信如果要是拿到别人护照 并准备离开香港的人 心还是一个香港心 但真的不在乎 现在这个香港护照 这个香港护照 已经随着中共的红色恐怖 变得大失颜色 不能说一千不值吧 比中国护照还是要有价值一些 在BNO或中国国籍只能任选其一 那我相信所有的这个香港市民 都会拿着别人护照 愉快的赶赴英国 同时川普 大概在一个月之前 也是准备让美国参众两院 希望能够通过一个法案 就是让这个香港市民 全体香港市民 可以到美国进行政治庇护 美国欢迎这些高素质的香港市民 来到美国工作生活 这里还有这个叫什么 北京 一位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 谭慧珠 他更是在16号提到了 BNO护照持有人将被剥夺投票权的可能 为什么要剥夺投票权呢 是因为你持有了BNO护照 你就只能是二选一 如果选择了BNO 就自动剥夺香港的政治权力 包括投票权 他还这个谭慧珠还强调 英方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备忘录 反悔当初拒绝给予 BNO 港人居英权 现在又给香港市民 BNO护照 是他的意思就是 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的 备忘录 可是这个中英联合声明 已经在中国 这个叫什么 我们看一下是哪天啊 中国前一段时间 已经说过 外交部已经官方答过 指中英联合声明 是一份历史文件 早就不做数了 当时说这个的语言环境 就是中国在香港实行国安法 中国这个改变香港制度 侵犯香港人权和自由 在那时候很多人说 你中国中共 你这个违反了 这个中英联合声明 还有相关的复建和备忘录 中国就说 这是历史文件 一堆废纸 不要再说这个 现在英国给予香港居民 BNO护照 这个中共 又抓紧从废纸楼里 把中英联合声明 和备忘录等等 捡出来 巴拉巴拉 现在又说了 英国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 其备忘录 你说可笑吧 中共政权 它对签署的所有的文件与协议 都具有最终解释权 还如果你要是这个 看不明白 或者是有任何意义 请与签订的中方代表进行协商 由中方负责最终解释 说有效就有效 说无效就无效 如果无效 中共哪天拿出来 又说有效了 你也要积极配合 因为中共政府 具有对所有签署协议的最终解释权 和废纸权 和再次使用权 好伟大哟 这是香港的一个事情 我们再说香港另一个事情 这个是香港公务员工会 因为感觉香港公务员 要在四月份之前 集体宣誓效忠于香港与中国 效忠于这个新通过 这个叫什么 基本法附件强加进来的国安法 决定遣散工会 不再存在 为什么 没法进行运作 没法工作 很可能 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还会直接 等于是违反国安法 国安法有一些 这个规定 就是没容两可 或者是司法解释 含糊不清的地方 这就留下了一个口子 造成了国安法 其中的有一些条款 和中国大陆 那种叫投机刀把罪 治安里面的 寻衅滋事罪一样的 只要是 执法部门 想跟你安置什么罪名 就可以往里面装 在香港国安法里面 也有这种框 现在 如果要是公务员都效忠的话 很可能会出现 自己以后的行为 需要 自己以后需要 受到中共打击的时候 中共就可以把他的一些 言行 放进这个框 加以制裁 所以香港公务员工会 面对这种形式 还是决定 解散 得了 香港 确实 将慢慢变成一片 自由 与法治的 不谋之地 只是成为中国的 一座普通城市 香港市民 有机会 抓紧走 不要犹豫 相信 等你犹豫的时候 等你走得晚的时候 别再没有什么机会 我相信那里 会 行事越来越紧张 与恐怖 那里已经不是 自由的天堂 不是人间乐土 即使 即使考虑经济元素 经济因素 也最好离开 香港的经济 会迅速的 萎缩 萎缩 这个暗淡下来 好可怜的东方明珠 好嘞 拜拜